丹师傅 丹菩萨 帮我看一下2013年属蛇的男孩 老得出问题了 我看看啊 几几年呢 2013年属蛇的 哎呀 他这个问题严重了 他现在的魂魄不齐 魂都不在 所以他讲话语言什么都受障碍了 对不会说话也不会找路 看见了吗 那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孩子到人间来 基本上是来还债的 这孩子应该活着 没刚生下来没多少时间 就有可能走掉的 是机会 是是是 医生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去年 然后医生说他可能过不了夏天 然后我正好就接触了新年法门 然后他就过了夏天 大家看到了吧 那你要继续啊 继续念经 那么接下来他就能过掉冬天了吗 师傅 你给他放了多少生啊 发生我每个月放四百块钱鱼 那你条件很差 你不要放这么多鱼 好吧 你条件很差 我劝你好好的许愿 说孩子好了 以生说法 而且好好念经 这个孩子现在看他的命根 对方拉住他很厉害 应该 我不想讲给你听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 师傅 最多拖一年半 明白了吗 明白 师傅 是我和他爸爸的原因 还是小孩自身的原因 还是祖上验证的原因 他还要查原因 他还要叫台长 用这个功能帮他查原因 那你就告诉我 你 你属什么了 我属 86年属拉夫的 你先生呢 87年属兔的 是你家族的原因 你家族 里边有一个人有杀业 我爸爸 大家看见了吗 师傅 孩子老中有男种 然后我看医生 有些医生说 要他手术 有些不要他手术 我不知道要不要手术 你就要问我 要不要做手术是吧 数什么再讲一遍 2013年属蛇的呢 你要他好的话 要做手术 不做手术的话不会好 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 你要狂念经 要许愿小房子 108章 108章 这样一次 一共念8次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然后这个孩子可能会动手术 比较平安 因为他这个病有点怪 医生都觉得他很怪的 对对对对 医生也说不出原因 说不出原因的病 明白了吗 你求求菩萨吧 你哪一天 如果晚上做梦 看见有菩萨 来在他身上放一下 级别如果差一点 有一个穿西装的人 在他的身上放一下 那也有救了 谢谢台长 啊 台长 我儿子那个名字 你帮我挑一个吧 他本来叫李承宇 然后我听你的歌 是就是李承宇 名字取得太大了 然后我自己选了几个名字 你帮我挑一个吧 一个李培宁 一个李苏安 一个李伟心 姓李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改名字 没什么用的 这个孩子业障很重 一般的等到 他大一点的时候改 的确名字是太重了 李承宇是太 位置太大了 这个名字不是太好 因为凡是宇宙 它就是空 空实际上一个人 根本承受不了的 听得懂吧 所以你要把他名字改 是对的 那你把我这里 五个名字挑一个吧 你就挑第二个嘛好了 李苏安 对了 平安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台长我老皮肤里有个 什么 师父该死 就是师父该死 感官是菩萨感官 然后就是 我儿子啊 两千年属龙的 你儿子啊 来了吧 没来啊 来了 在后面 在后面是吧 两千 两千年属龙的 也是魂波不起啊 你要给他开始 早上要给他叫魂的 对的 经常自言自语 我告诉你 他经常会自言自语 对的 对的 师父我想 问问什么原因 孩子自疑啊 因为我想真正性的忏悔 他有一个外婆 有一个女的老妈妈 在他身上 过世的 过世的 黄人 听得懂吗 外婆在 我不知道 反正一个老妈妈 眼睛不大 脸长长的 听得懂吗 师父 他那个头上有 像法师一样 那个点 你们看看台长可怜不可怜 因为有很多人啊 就是说 一看这种大法会菩萨来了 他就拼命要救度 他身上的灵性就会跟着他闹 所以你们都知道 帮人担业的 这种很厉害的 师父自己的夜长自己悲 所以有时候法师 我也是很心疼他们 他们开完水路法会之后 很多法师都生病的 大家听得懂吗 师父 我很想知道 孩子那位 不知道三到四岁的时候 带他到院里去 他突然对弥勒佛说 菩萨你救救我 现在他自己也念经 还有他头上有点呢 就是那个 像法师头上那种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关系的 你帮他好好念吧 这个孩子大概要念 两千三百张 才会有好转 你这个人比较小气 经验不舍得念 你小房子不够 明白了吗 好的 好了 感谢 感谢